当年凭借《加油好男儿》进入观众视线的景博然,如今已经从歌手成功转型至演员。 他先后出演过《微微一笑很清晨》、《折腰记》等每一部都是观众喜欢的作品。 日前景博然又搭档了周冬宇出演了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。 在《宝光的景博然》特辑中,关于林建青,景博然自叹是近几年非常非常投入的一个角色。 景博用心诠释了一个懵懂男孩历经爱情、亲情、现实碾压后,变为成熟男人的成长经历。 着实让人有些头疼。 看过电影的网友也发长文点评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。 景博然点赞并回复谢谢你懂林建青。 要知道的是,自从2016年9月23日,景博然在微博中宣布微博再见。 至今为止,微博已经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更薄了。 然而在看到某位网友为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中主角林建青写的评论。 景博然在评论中称,我必须为你点赞,谢谢你懂林建青。 感谢观看!